我叫严嘉琪 天蝎座 13 我叫志祺 我叫刘波碧 10岁 但还没过生日 10岁 11岁 你离27岁还要几年 27岁就是 上班奴 医生 我可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吧 我要当明星 全能明星 成为音乐教师吧 我想当歌手 团队搞科研 不仅我会想 我会开始做饭了吧 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 小时候想当警察 漫画家吧 小时候喜欢看漫画 然后后来又想踢足球 然后都没有实现 我想去当一个跳水的运动员 我想当一个飞行员 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今年去岁正好27 正在实现自己小梦想吧 算是 27岁啊 尴尬的年纪 原本就是在想我27岁的时候 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较自由的 然后又可以赚钱的 然后又很开心的 后来发现这都是一个想法 独立设计是生存有一些困难 然后开始知道这个世界的运行是需要规则的 并不是什么都靠我喜欢就够了 现在做的这些事是我最不想要的之一 那为什么会反而做的 因为生活所迫啊 我觉得我27岁的时候天真挺浪漫的 就是很幸福的那有阶段 那个时候真的是那样 27岁的时候刚刚有第一个孩子 刚开始入这一行吧 之前私企 就是每天晃来晃去的 在之前可能整个人都会处于一个 比较乌托邦的状态 我重新再思考一个团队应该怎么运营 27岁这一年感觉是一个转折点 是一个出本变化的年龄吧 有工作的变动 工作能力的提升 对工作或者是对未来 或者对前途的这个重新定位 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可能就是又成长上了一个台阶 真是27岁的天气 真是27岁的天气 很难的 但是很努力的年龄 你离27岁还有我们还差几岁呢 还差16年呢 你觉得16年会特别长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们每次觉得过去就像一场梦 在我眼中 在我心中 有你的出现 就有微蓝天空 就像你一样一样维那样 我心中 摇摇摇摇摇摇摇 现在我们需要再给我们 在我心中 太过了 很大的 已经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